韩国某论坛17日一篇标题为告发大事演员K某双厚脸皮的真面目在韩网引发热议,自称演员K某 女友的网友爆料,被该演员已结婚为借口强迫胎 而根据内文释出的讯息,不少网友都在猜测最近晋升大事演员的金 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撰写该文章的网友阿某 称是K演员前女友,她在文中写道,去年初和K交往,首已四个月 电视上她的形象太不一样了,精神无法正常生活,所以决定上传文章 这段期间让打掉了珍贵的孩子,以结婚为借口,创作时敏感,为明星等理由要求我牺牲 因此精神和身体上创伤非常严重,以为很善良的K某其实是没有粮和罪责感的垃圾 分手已经四个月了,但一次都没真心地请求原谅 由于,她幼年时期非常困难,所她对金钱,成功地值着很大,认为周遭人的牺牲理所当然的 我以为对我会不同,但她分手后还,只顾着拍广告,没有一次道歉或反省 而某也表示,即保留了与K某的对话记录,虽然K某不断要求删讯息 但因为感到奇怪,所以单独储存了对话内 而某更坦言,去年7月,自己与K某有过孩子,虽然避孕 但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暂时借一两个月,也拜托方避孕 有一次没有避孕,那次就有了孩子 而某天生很难生孩子,所以虽然感到惊慌害怕 但要心爱的人给予勇气,就想生下来 更表示愿意自己偷偷养育 等生完孩子再发表也可以,自己一牺牲 于K某的垃圾答便留下了对话截图 虽然是通过信息来说服,对方似乎也有承担责任的法 但见面后却完全不同 当时正在拍摄的K某来他家说 并表示现在生孩子的话,就要赔偿九亿寒的损失 如果因为孩子无法演戏,父母也沦落街 怎么办?甚至说孩子出生后他给不了爱 也声称再没有九亿寒元,劝诱阿某堕胎 但阿某事后认为,对方是觉得没必要为生孩子支付九亿寒元的违约金 时K某还约定了二年后结婚,明年开始同居 听到K某话,阿某才答应于K某的朋友、弟弟、话剧演员被某一起了医院 但孩子没了之后,K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给了刚好的两百万韩元的手术费和医院费 并且以被作品肯敏感为由,情绪烦躁起伏不定 常对阿某出威胁性的言行 阿某还爆料K某的双面 在电视上尊敬的前辈演员私底下却说不好看 也骂了做导演,甚至嫌弃对方演员的外貌 之后K某表示,被门拍恋爱的媒体拍到了照片 因为两人的关系,即公司说很困难,要求阿某删除一起拍摄的照片 亲自在阿某电脑里删除他自己的照片 之后某天内突然单方面接到了分手的通知 以结婚为借口 又打胎的他用一通电话跟我说分手,用扮威胁 口对我说自己金钱,人气方面造成损失怎么办 有提及让我打胎的真心道歉 最后,阿某表示,如果这种文章都不写的话 我的人生会一辈子都会在他给的痛苦之中 过不了正常的生活 并解释有及时上传照片和证据 只是出于法律原因没上传而已 现在正在苦恼中 Photo from Never Gap 篇文章在韩网瘾热烈讨论 由于文中出现了K某批评去年拍的电剧很幼稚 作品火了之后就说出感谢导演给字 人生角色这样的心话 不知道自己年末汇报 广告揭不完等字句 不少网友都将矛头指向去 末人气爆红的金轩虎 不过由于没有确切证据 部分网友也持观望态度 纷纷表示先公开实名 证据吧 被这种推测文章讨论的演员的形象都受损 不要冤枉无辜的演员 但目前有几家记者是联络不上金轩虎的经纪公司 部分媒体甚至使使用金轩虎打马赛克的照片当富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